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欢迎大家回到复活节的第一天上班时间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澳洲在上周四复活节之前的收盘情况 那么由于在上周四铁矿石整体表现都不太好 而且又逢到欧美股市下跌 因此周四澳洲股市 特别是矿业和能源价格纷纷跳水 那么与直相对应的那些股票 也是引领着大盘向下走 最终到下午四点收盘的时候 大盘是下跌了0.7% 而且是跌破了5900点 再一次回到5800点附近 中国股市在昨天周一是开门的 但是情况并不怎么样 三大指数也都有大约是0.7%左右的下跌 目前上海方面重新又回到了3250点以下 最新的收盘价是3222点 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昨天依然是在复活节放假 即使是开盘的话 成交量也非常之小 美国三大指数在昨天表现还是不错的 由于美国财长是宣布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 推出最新的税务改革方案 那么根据特朗普之前的计划 美国最新的税改是以减税为主 因此这个消息也是刺激了美国股市 最终昨天道琼斯和标普 纷纷是上涨大约0.8%左右 在其他方面 黄金价格也是因为朝鲜的继续激进的言论 目前是稳定在1280以上 昨天最高时候达到了1293 目前价格也是去年美国大选以来的最高价 同时在其他方面 石油价格目前没有太大变化 虽然有下跌 但是稳定在52块5毛钱左右 那么在今天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主要说的 就是现在朝鲜争执志不停 黄金价格迟迟不下 我们都知道从上周开始 应该说两周之前开始 朝鲜用各种的事端 包括指向之前几个月的测试核弹 到最近连续发射导弹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吸引着国际社会的言求 那么也正因为这个事件 向美国派遣航母也好 或者是向各个国家 纷纷对朝鲜实施制裁 等等各项措施 在金融市场上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换句话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的股市已经从21000点的高度 缓慢下跌 虽然它现在还没有最终形成一个下跌的趋势 或者说没有转折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现在的走势已经非常之弱 换句话说 它从21000点到目前的20500点 用了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基本上是缓慢向下 从图形上来看 如果美国的道琼斯指数一旦是跌破20400点大关 那它很有可能将去测试2万点的关键心理支撑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都知道黄金黄金啊 作为这个避险产品的老大 黄金价格随着朝鲜问题的不断升温 目前价格也从之前我们说到的关键价1263之后 连上30美元 目前呢 在昨天晚上最高达到了1293的高度 虽然目前价格呢 有所回调 回到了1285附近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黄金价格在所有的中期和长期图形中 目前都是坚定的向上看涨 所以如果我们从长期来看 目前1300就是一个关键价 如果能冲破1300 黄金未来还有戏 但是如果在1300附近 我们预计呢 可能会有两次 甚至于三次 甚至于更多的反复之后 才能确定最终的趋势 所以总体上来说 目前呢 在长期来看 黄金价格依然我们是看涨 但是短期 目前黄金价格 大家可以暂时先不要去考虑 除非什么呢 除非朝鲜战争 兵临处发 或者说呢 黄金价格最终是突破了1300 我们再去跟入 在目前的价格 黄金在短期回销的时候呢 切记不要在现在价格进场 那么刚才也 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短线和长线 我们知道呢 在金融的交易里面呢 长期趋势 可能大家还能看得清 时间越短 它的操作难度就越大 尤其呢 是日内交易 难度可以说呢 是非常之高 那如果去过我们之前讲座的朋友们 应该知道 我每一次呢 希望在活动里 都给大家带来是新鲜的东西 除了我本人讲之外 我们也希望邀请一些嘉宾和一些专家们 给大家呢 讲讲其他的方面 或者说第三方的意见 那么在本周日 我们在墨尔本举办的活动中呢 我们特地也是邀请了目前 华人界里面第一个拿到了澳洲证监会 私募外汇 这个资管牌照的公司 也是前FXplus 墨尔本金融学院的院长 跟我们一起给大家呢 来讲一讲这个长线与短线交易的一些心得 那特别呢 是在短线方面 我们知道呢 之前我跟大家反复说到 重大消息来临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去做 因为没有把握 因为呢 没有办法呢 临时变 这个有随机应变 但是对于真正的高主来说 很多人却恰恰是在 比如说是美国的大飞农 比如说是在加息减息 这些联储会议的附近 前后来操作获取利润 所以呢 我们这次呢 也希望能够从这些专业的人士中 听取一些经验 看看他们是如何在短线 特别是超短线中来操作的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 有时间的话呢 不妨可以来墨尔本 本次讲座呢 也是在本周日 上午11点30分 在墨尔本的华人区 Glan Weaverly的Novatel举办 那么刚才说完了 这些热门话题之后 我们再来说一下 今天一个关键的产品 今天要说的呢 就是英镑对美元 我在两周之前 曾经跟大家说到呢 英镑价格在 从今年开始啊 应该来说已经出现了 一二三 三波的底部 而且这个大约是1.25 或者1.25的价格 已经来回去过好几次 虽然说目前暂时还没有突破 但是如果我们从日线级别来说的话呢 目前已经达到了日线通道中间 虽然说没有完整的突破 但是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英镑目前距离长期级别的上涨转折信号 仅仅只有一步之遥啊 一步之遥 一旦这个价格冲破了日线通道 那很有可能 当然了 有可能上去又下来 又上去又下来 来回几次 但是一旦确认超过了1.26之上 并且保持 比如说两三天以后 我们有很大的理由相信 英镑在今年对于美元来说 会有一波较大的涨幅 那这个呢 是我们现在从长期来看的一个观点 各位听众朋友呢 或者各位观众朋友 可以从这个价格走势中 重点关注英镑对美元 那么最后今天晚上 大家注意的事件是澳洲时间 晚上10点30分 北京时间晚上8点30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新屋批准数据 这个数据呢 对于指数来说影响较大 但是对于美元的外汇来说 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